- 救命啊! - 業主立錯法團會好大鑊的! 歡迎來到業主立錯法團 今天是人才鼎鼎 話說... 你怎麼這麼大罩? 我怕有人認得我 - 王啟超? - 你是否王炳治議員的助理啊? - 我怕朱美地產認得我 - 我怕朱美地產認得我 - 我怕朱美地產認得我 - 好 不要說這些,我們要緊緊一點 - 當然要恭喜君益二期新的法團 - 終於選完了,上個星期 - 上個星期,剛剛一個星期 - 好啊,先介紹一下 - 主席啊,Tim - 他就是王啟超 - 抱歉 - 就是打三位 - 接著是Kenny,就是副主席 - Jack就是委員 - 這個就是他們經常說的外人 - 是不是? - 又不是業主 - 又不是福州人 - 又不是福建人 - 又不是福州人 - 但是呢,他是按三四四約章底下 - 是合法的秘書 - 是的 - 所以秘書這個角色 - 是不需要業主都可以做的 - 所以以前那個叫什麼team? - 何X team - 一樣的 - 所以你要charge他 - 你就應該charge回上一屆 - 為什麼請那個秘書都不是業主 - 人家受薪,我不受薪 - Exactly - 所以熟讀三四四約章是很重要的 - 不識,你去挑戰人就會自取其辱 - 所以奉勸各位都要努力做工夫 - 三四四很重要,識字都很重要 - 好,好吧 - 終於剛才都辛苦你們了 - 選完了,大家休息一會 - 都知道大家都很辛苦 - 那在這個會議上面 - 其實你們通過了些什麼的? - 就是那天這麼刺激的情況下 - 第一樣東西呢 - 就是對方就拿了一件事 - 我們沒有了政府主席 - 在三四四裡面呢 - 政府主席有一個角色 - 就是一個叫做會議的召集人 - 是 - 如果沒有了這兩樣東西呢 - 就要即場做一個nomination - 就找一個是業主的人呢 - 就大家不反對的情況下 - 去去主持這個會議 - 其實它所謂主持會議的意思呢 - 就是讀那些議程出來的 - 是 就是這樣而已 - 是 - 其他其實都應該主持還主持 - MC 還 MC 就分別了 - 是 OK - 即是 - 我見那天大家都很踴躍 - 又有人想做主持 - 其實最後都是選了一個 - 一個中立的護主 - 即是一個新的 - 他好像是聖陳 - 就是一個新的業主 - 是 - 其實我都見他在整個過程都很持平的 - 辛苦他 - 不過就難為了他 - 其實 - 麻煩你陳先生來吧 - 麻煩你 - 我覺得都要讚一下民政事務處 - 是 - 即是今次民政事務處都很持平的 - 是 - 我覺得是這麼 - 我見這麼多個民政事務處 - 唯一一個我真的要讚的 - 是 - 他只不敢 - 他只不敢 - 但是 - 是 - 即是他 - 即是他 - 隨便有決定性的票 - 去到發展國 - 其實才有影響 - 但是我想問一個問題 - 但一種新港 - 找到一個行的場地 - 他做這件事 - 現在這樣做 - 不如答應 - 不如答應 - 如果他做 - 是 - 上幾屆的民政事務處 - 當然是垃圾中的垃圾 - 其實他有提出很多即時的advance - 即是說你現在拆不成 - 兩方起大控 - 怎樣去處理呀 - 或者譬如說 - 其實我覺得有些 - 其實他都知道 - 有一點點灰色地帶 - 但是他都不想 - 叫做搞不成這個會 - 都是怎樣去幫你們兩邊拆 - 是 - 其實他都有一點點是醜癮的 - 即是兩方都不討好 - 即是你見一時對家 - 就讚他 - 就說民政官好啊 - 但是一見不是自己那邊想要的東西 - 就馬上又爛了 - 又爛了 - 我也見他滴了汗 - 都很慘的 - 那就通過了清潔 - 正常的清潔合約 - 是 - 另外都通過了 - 即是升降機正常的日常保養 - 是 - 先通過了這兩行 - 是 - 反而整個會比較竅口探手 - 竅口探手 - 譬如說 - 會議究竟 - 整個法團應該是幾多人 - 嗯 - 這是巧合的 - 是 - 其實呢 - 在幾年前呢 - 我已經挑戰過同一個問題 - 是 - 就是說 - 三四四裡面其中一個要求呢 - 就是說 - 當你的住宅單位超過一百個 - 嗯 - 你的委員數目呢 - 是不可以不得少於九個人 - 嗯 - 這是法例要求的 - 是 是 是 - 但是以往的法團呢 - 定了就是 - 你的法團 - 定了 - 總之十一個人 - 嗯 - 六個來自住宅 - 五個來自商庫 - 這個是公契要求的 - 是 - 但是我以前我問了很多届 - 我問回當時 - 上届法團的義務法律顧問呢 - 為什麼我問過他 - 喂 民政都在這裏的 - 我問他 - 你現在定了一個十一個人的 rule在這裏 - 但是法例是定了一個框架 - 就是不少於九個人 - 嗯 - 法例要求是設下限而不設上限 - 是 - 例的精神是鼓勵護主參與的嘛 - 嗯 - 那你公契就定了上限十一個人 - 其實反過來就是設上限 - 嗯 - 變了其實和例的精神是相違背 - 其實很難的 - 是的 接著我再問民政 - 你告訴我 - 三四四的例題還是公契的例題 - 沒人存在 沒人敢答我 - 其實我都剛剛上個例大日 - 都幫了鱷魚動大廈那個 - 嗯 - 我都代他去出席啦 - 其實他那裏都是十一個 - 嗯 - 十一 - 不是喔 - 十三個 - 嗯 - 其實他可以即時臨時 - 自己呢 - 再加的 - 即是他可以 - 都有民政官員那些 - 都不反對的 - 譬如說 - 最後鱷魚老婆都做了委員啦 - 是的 - 她都說我想參與啦 - 其實你看到 - 其實沒有fix了說 - 她多少 - 你有票便可以啦 - 是的 其實有人 - 只要有業主呢 - 是的 - 認同那個人肯出來 - 代回整棟大廈去做事呢 - 其實很難說說 - 是的 - 我不給他的 - 當然啦 - 那天都講打講殺啦 - 最後我五個 - 你好像被狗追喔 - 我?我沒有被狗追 - 是的 - 哈哈 - 我被福州狗 - 喂 - 可不可以澄清一下大陸 - 你是不是法團邀請我的先 - 你先說清楚 - 你先向觀眾交代清楚 - 為何又說我不是 - 是我叫你來的 - 那怎麼辦 - 是的 - 是不是要斬要殺 - 我們都要澄清一下 - 是法團邀請我們來 - 因為我覺得其實這些那麼歷史的 - 那個時刻呢 - 是的 - 有傳媒見證 - 你這件事究竟是否中立地處理呢 - 很重要的 - 所以我一出去了就出事了 - 是的 - 整班記者一出去了就出事了 - 是的 - 那就真的有些這樣的事發生 - 那我們都是 - 確實是不想見到啦 - 好啦 - 那我 - 那個說話都講完了啦 - 花生都派完了 - 其實我呢 - 也有很多觀眾都有問 - 法團選舉有沒有必勝大法 - 是不是見到你們很出力啦 - 又很用心啦 - 最後其實呢 - 好像原本覺得必輸 - 兩次都是啦 - 都是必然輸的氣氛底下 - 都是叫做虎底秋生呢 - 反而今次贏到的票數呢 - 比起上一屆更多 - 更多 - 而他們是跌票的 - 喂 你想一下 - 即是福州幫叫鄉里 - 跌票呢 - 是很嚴重的事 - 因為即是他們 - 連自己有呢 - 都不支持 - 即是重要 - 即是如果那個軍議賭王呢 - 它還是少票過以前 - 其實你見到其實那個情況 - 即是 - Sorry 我不講名字 - 自己猜猜哪一個是軍議賭王 - 可以上這個星島日報 - 和HK01 - 打這個西環的非法賭檔 - 大家就會知道是哪一個了 - OK - 但我也想問一下 - 譬如你們籌備整個選舉過程 - 譬如說 - 遇上什麼困難 - 譬如說 - 當有沒有什麼趣事 - 譬如說 - 上到去拿洗樓 - 做法團怎麼會有趣事的 - 撲你個街 - 那是你而已 - 那我相信 - 相信 - 唯一人認識的律師 - 看你們狗追 - 相信新的委員 - 相信新的委員 - 其實是會充滿憧憬的 - 主席都應該是對 - 現在 - 大家都是positive - 起碼都 - 那可以講了一點點 - Tim - 我想我沒有資格講 - 分享一下 - 因為其實我都是最後 - 很短時間才被邀請 - 再決定 - 你都是影響照 - 是的 其實很短時間 - 我沒有資格去講 - 我準備工作有多難 - 但是如果你問我 - 最重要是 - 有些街坊熱心的 - 這是很重要的 - 如果大家根本上都不關心 - 連錢都覺得是無所謂的話 - 我想沒有東西可以把大家拉在一起 - 是的 - 第二件事是 - 我覺得很重要的 - 就是要有共同利益 - 其實我們有可能 - 今次和上一次都有共同利益 - 就是要大額維修 - 這是很切身的 - 大家就算不同意個人的行為 - 但是有共同利益 - 大家都會關心 - 最後會做一個理性的選擇 - 我覺得是這樣 - 是的 - 那我們居民看到 - 你的候選單張 - 你的名字的名字 - 長得很多 - 都要刪除很多 - 其實已經很厲害 - 已經多到 - 我都跟他們說 - 喂 - 這個姓王的朋友 - 這麼厲害 - 這麼多 - 因為我看到有一個是劍橋角士 - 我怕不夠 - 馬上加一些 - 哦 - 即是你都立即 - 劍橋不是博士 - 即是 - 即是你都立即 - 可能是胡魯縣 - 胡魯縣 - 只是胡魯縣 - 我不知道 - 所以我有點擔心 - 都要盡力 - 盡力 - 是 明白 - 街坊的眼光是誰 - 我相信你的專業 - 即是 - 範疇都一定會幫到街坊 - 觀眾認住 - 這個才是黃啟超 - 這個不是黃啟超 - 這個是阿天 - 這個 - 這個 - 陳小姐 - 記住 - 見我要預約的 - 你不要走過來 - 這個是阿天 - 我是阿超 - OK 不要認住我 - 還有另一個 - 還有另一個 - 還有一個叫黃永智 - 三個都是姓黃的 - OK - 其實他對姓黃的 - 比較有興趣 - 我知道的 - OK - 還有副主席 - 可不可以講一點點 - 即是說 - 在你的角色上 - 我都見你 - 譬如都是做工程 - 譬如說 - 譬如說 - 在整個過程 -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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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然留在那裏,都是一件事 就是听到居民的需要,我们要做大维修 那便快点推翻下去 这个亦都,看票数也都知道有多急切性 大家是想齐心去做好一件事 如果大家有看当晚的群情 是很兴奋的 因为大家知道,终于拍得着了 终于可以走到这一步了 即是历史性的一刻 是,OK 明白 Jek,你应该是最多帮手上去和义工一起洗楼 那你遇到的情况是被人问候的多 还是说不抽不彩的多 还是支持的多 即是你会不会在整个选举 最后点票前,你自己心底 你会不会觉得,哎呀,其实,哎呀,输硬了 还是怎样 其实反而洗楼,因为我洗楼也是我自己座 我自己座,其实都比较是 比较高我座 都是我们的票员 反而对方票员必坐,其实我没有去洗 我主席就去了洗 是 但是,所以我听到一些 feedback 都是好的 都是正面的 多数其实都是,可能不知道那人是选 可能我们整个拍板真的要去落实去选 我日期很短,两个星期之内要发生 是 如果真的要说回,怎样去,怎样去,怎样去赢 其实一开始我们可能都是本书去打 即是我们围内都谈话 其实当书这样打,人家也有很多贴票 但是当我们去拉那班义工 我们真的要很多谢那班义工 因为真的人强马壮 我想那里应该有十几二十日 那班义工是很努力的 即是我一在Good call 出来,去洗楼啊 摆街站 是每个时段起码有四个人的 我可以在最后一天计算到四个时段 完全没有吃饭时间 但都可以保持有四五个人在街站站 所以总括都是一个就是勤力 就是想到一定的勤力 还有勤力是迫到对手去出招 通常对手去出招,都是出一些傻招 或者一些抹黑 即是一出抹黑,那些人就会看到 哇,你们干嘛,你们是没了道呢,抹黑 那一迫到他出招,我就要就胜算 所以到最后一天计算是见到有胜算 但都很贪的 因为见到人家一叫马 即是十几二十人义工 我一叫就叫十几二十人来 是很激烈的 是,我只见到有个肥仔 跟他们那边开窗,广打广杀 就是说,为何你们要临时加五只 接着他又不知,接着就跟他的朋友说 不要紧要了,我们输得起的 但是终于叫了,就发了癫 我不知为何他这么不大方 即是,其实选举的东西有赢有输 得民心得天下 最后都不给我们加 是吧,这个可以下一节讲一下 可以讨论一下,其实选举过程 为何由你们六个加到十一个 然后最后又变回六个 好,我们下一节再回来和大家联谈 好,我们下一节再回来和大家联谈 感谢观看